这一题 402 404 这一题 其实我是把 input 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 1 2 3 4 5 6 其实过来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字 字串的 所以呢我其实可以利用什么 就把它当串列看 串列的话 那串列中瓜 0 就是输出 1 然后这个是 0 1 2 3 4 5 所以我就 5 4 3 2 1 输出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甚至还可以更简单 连那个 S 都不用 然后呢 这个串接也不用 另外呢直接把它 print 出去 print 的话就是 print A 的哪一个 A 中瓜 1 什么 中瓜 1 i 就可以了 这样就 ok 了 不过因为会有换行问题啊 就是说它 print 这个 它就 enter enter 所以它会一直换行 所以怎么样 后面再加一个 end 等于空的就好 这样子 应该就可以了 更简单有没有 就三行 就是 把字串当成串列的位置 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出出 这样也 ok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如果我发现很多书里面没有特别针对字串 把它当串列这个部分使用 说得很清楚 那因为我这个观念主要是来自于 以前 Java 写的 因为 Java 以前也是把它当 一个正列 一个字串就是一个正列 你可以独立把它拆出来 其实概念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输出的话 应该都 ok 了 等于是把它更精简的变三行 没问题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啊 所以最关键的地方 还是要懂 the range 的反向回圈 它的开始值跟结束值 如果越来越少的话 一定要记得要负一 这个蛮重要的 ok 回圈的话 那回圈的部分的话 有范围一定用 range 如果全部的话 就 for each 的写法 我们昨天也有提到 两种写法 这个都必须要了解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整个全部都要 你就不要用 range 全部都要 如果你要部分的话 你就要 range 这个要很熟悉 为什么 因为未来你不管是资料库也好 或者是网路爬虫也好 你都会遇到问题 你要的资料是全部还是部分 那如果你是部分的话 你是部分从哪边到哪边 那如果你要的资料 刚好颠倒输出 你就要反向回圈 如果你要正向输出 一般都正向 不过也有反向输出的 那你就要记得要用反向回圈 给它反向的顺序 ok 所以这个其实看起来不重要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未来对于你将来做其他资料应用 都会有什么 关键性的影响 你有很多人 奇怪 这很简单的你都做不出来 因为 连最基本的这个概念 都不是很清楚 看起来没什么 不过 这都是关键点 ok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还有几题 如果我看一下 有些如果讲过的 我们就 就 就 跳过给各位练习 BMI 这样都讲过 不过他这边多一个 不定回圈 就是说他不是只有一个人 他是很多人 所以他变成什么 他输入逻辑判断 外面要有个回圈 回圈是坏 当他输入多少 输入 负999才离开 所以等于是把我们之前的BMI 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然后当他不等于负1的时候 就判断 当他输入负 负999的时候 就离开回圈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多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 我想自己玩 自己试试看好了 这BMI的延伸 那另外的话呢 试试看就是说那个 408好了 408这个地方的话 是奇数偶数的计算 很简单嘛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这么多值 请你帮我 请你帮我判断一下 里面有几个奇数 有几个偶数 OK 那你就把奇数跟偶数部分 帮我把它加 这个这一题其实有点像 帮你count 就是考你会不会运用回圈 然后呢 帮你去做那个累加 就是技数的问题 所以这边会有个什么 有点像某个变数等于 某个变数加1 就有点像count 这样在esail里面有count count 帮你算几个 OK 那当然方法很多 我这边写好的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也许很简单嘛 第一个你先有一个奇数偶数的变数 然后回圈 如果能够person person 2 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那就是偶数 那偶数的话 你就偶数加1 那反之就是基数嘛 因为不是基数就偶数嘛 所以我这边大概给各位 试一下去想想看好了 画面先画给各位 试一下 408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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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